老板 这个料子怎么卖 差一万 一万 有点是大概口了吧 差一价 你看多少 这一个的话 也就小吧 两千啊 对啊 两千谈不来 你开个实在价嘛 好好谈嘛 不要开那么高的 那么高的做不好生意啊 你实在点 最高的看多少 这些地方我全部都是要币的 能取的也就是一块地方了 对 能取的也就这里了 卖价 四千 四千 这样吧 我给你一个价 你看能不能卖吧 两千五 两千五 谢谢 我跟你说卖价了 两千五也差不多了 差多 差一千五就说都不多 赚的有点多 赚一千五 哎 不是赚的 我保本卖给你的 成本价吧 是不行 我跟你说了 漏一个成本价 不行 四千 四千卖价 四千的卖价 这块料子我真心喜欢 好好谈嘛 好不好 你都不好好谈好不好 我一直跟你好好谈 加三百吧 两千八 不要加几百 主要是我愁 我没钱 我没那么高预算 一人样一步吧 对 来一人样一步 你看到整数吧 三千块拿走吧 三千块 来吧 三千块来吧 好 你也做什么 来吧老板 慢一个 来 好 谁信 好的 来 料子我们已经拿回来了 要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料子的一个细节吧 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这块料子 这块料子它就是有一条贯穿链 而且带有一点颗粒棉 总体来讲的话大件后装 而且底子纯 总学好 幼稚也是比较细腻的 这一个发规空间也是非常大的 我也是蛮喜欢这块料子的 来 我们来看一下评论区适合刘瑞宝宝的 粉丝留言 我是做投行的 这一行的竞争很大 不仅外部的还有内部的 很多人为了拿到项目都是不择手段 包括我 我为了项目利用了自己的徒弟 他离子时看着我的眼神 我看到了无尽的失望 那时候我突然就醒悟过来 有些事 一旦动了歪心时就再也魁不去了 所以我就想找一件悟道的翡翠 时刻的提醒自己 预算在三千八左右 货我们已经起好了 这个料子我们是三千拿回来的 现在我们三千六处给这一位粉丝 来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这件悟道挂件后装 幼稚细腻 线条流畅清雅 侧面悟道 四孔肥孔 静为静心置心 左侧雕刻一链之间 佛与魔本是同源同生 却随着心念善恶的变化 相走极端 不贪不负 心安然 潜心修身 天地宽